郑仲音尽情是坏!让大牙羡慕汉说:"好想狠狠坏一回不要只让我哭!" 三立台湾台八点台剧《金家好媳妇》剧情发展至今郑仲音,是芳万菲,为了女儿大牙周一配,是赵应鑫,的幸福未来,可是用尽各种手段阻止韩愚,是陈芷琳,甚至还不断洗脑大牙周一配,是赵应鑫,让网友直批这对母女为了自己的幸福 不择手段,实在是好悟心,连自己的女儿都能设计,这妈妈太可怕了。 郑仲音和大牙周一配被网友封为超强的悟悉母女党,面对PTT以上的谩骂与斥责,他们亲自出面为角色平反。 郑仲音表示,在大家眼中或许芳婉妃是个自私的人,但她其实就是一位为了宝贝女儿可以竭尽所能付出一切的妈妈,其实也没有所谓的私心,只不过是站在妈妈角度。 但郑仲音也将方婉妃这个角色视为现实生活中的借境,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可以太宠小孩,以免小孩无法自力更生,成为大家眼中所谓的妈宝。 郑仲音过去演过不少坏女人的角色,在观众的印象中都是比较强势,咄咄逼人的样子,为了要和以往区隔开来可是下足功夫。 这次方婉妃的角色是以笑面虎的姿态呈现,不太跟别人正面冲突,看似对事情都无所谓,但其实都在背后默默算记住。 网友虽然都骂这个妈妈很恐怖,但也不经赞叹她把虚伪和心机的样子演得很好,可见郑仲音这次的诠释成功获得大家的赞赏。 特别是郑仲音这次在剧中的嘴脸,让观众哼得牙痒痒,她笑说这些表情在日常可是不会出现,不过极戏剧演出真的过足的另一个人生的瘾。 而随着最近剧情含语的回归,究竟黄少奇知道真相后,会如何对付郑仲音和大牙周一配这对母女? 郑仲音笑说不如开放许愿池,让网友向编剧许愿希望接下来如何发展,并和大牙一起期待自己到底会遭受怎么样的报应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